大家好,歡迎收聽來自台,我是瘋仔 來到星期六,令月物浦在英超賽場又再準備出戰 今晚打的是夜長12點半 我們會作客對著今季其中一隊 跟我們一樣表現超乎預期的強力對手 暫時仍然是不敗的熱刺 會是今季暫時以來面對最大的挑戰 今集會跟大家講一下高普在賽前記者會講及有關雙兵的情況 另外也會講一下球會新投資者的新聞 最後就是對熱刺這場球的前瞻資訊 開始之前再次宣傳10月21日對愛華頓的打比戰 來自台搞了體波派對 詳細的資料現在看到圖和影片的資訊欄都會見到 報名表格的Google Form連結也在影片資訊欄裡有 今次至少都會有三件舊款的經典波山 可以提供出來給大家送給大家 希望到時可以見到多些人參與 現在就開始入正題了 先從雙兵的情況開始講起 亞歷辛大樂的傷患其實從週中記者會已經得息沒什麼大問題 星期一已經開始有跟回大隊進行部分的操練 今次高普再確認星期四的時候已經全面復操 所以今場是可以列陣的 總算可以終結近來不停找祖高美斯、巴迪迪 甚至居歷斯眾師去嚇串右閘的場面 至於泰哥亞簡達娜仍然都未出得回 高普沒有詳細講及他的情況 而經歷了週中聯賽會比賽後球隊多了一名雙兵 就是對里斯特城後備入體踢了十多分鐘的巴迪迪 高普說他因為小腿位置有點輕傷 所以今場幫不會有份 其實他半年前內收機的壓力性反應傷患之後 今季復出都一直被嚴格控制出場時間 就像上季初中司一樣 中司因為背部的壓力性反應之後 他一年時間其實都不可以全面復操 雖然有少量的時間可以上場踢 但其實他在平時的練球都只是斷斷續續練 就跟不足全程 之前也有訪問中司說過 他說這樣很影響高普去選他上場比賽 但就因為醫療團隊的建議 始終這個傷患之後就不適合太多的操勞 所以操練的情況都不可以跟足 直到上季尾才慢慢全面復償去操練和比賽 我想巴迪迪經歷過壓力性反應的傷患之後 都會需要多幾個月才可以慢慢全面復出 現在都只會是間斷式操練和分島較少的比賽時間 以現時的狀況來看 要全力出戰 其實如果想預計陣容 我覺得大家心裡想都不會差太多 門將阿里神 中堅干拿迪伐住魂力克 右閘阿里珊納 左閘羅北神 中場默克利斯打 蘇布斯麗和舉歷斯中斯 前線沙拿迪亞斯和紐尼斯 我自己會這樣排排 最容易猜不中的位置就是迪亞斯和紐尼斯 始終前線的五把尖刀都是頂級風扇球員 其實出誰放下來也不算是一件奇怪的事 還有中堅的位置可能都會看看 干拿迪在週中棋聯賽杯之後 今場還夠不夠體能去應付呢 馬迪普和高美斯 甚至乎年輕人的坤沙 其實近來表現狀態都不錯 隨時有機會都不出干拿迪 所以這就是我的預計陣容 以及一些潛在會錯的位置是怎樣的 講完我方的軍情之後 就講講前晚的一宗幾突發的報道 就是Fsg 將利物浦小部分的股份 出售給Dynasty Equity 這間美國的體育投資公司 我會和大家看看這宗新聞更多詳情 上年11月的時候 Fsg 公開表示找了高盛 和摩根大通兩間投資銀行 協助尋找利物浦的新買家 經過了幾個月之後 Fsg 再出來表示 其實只是想出售少部分的股份 去換取資金營運球會 可能都是因為環籌的經濟不理想 沒有什麼合心水的出價之下 Fsg 就放風轉財 經歷了衛視接近10個月之後 Fsg 終於公佈 成功找到新的投資者 Dynasty Equity 回來了 但沒有公佈一些很確實的資助數字 看 The Athletic 報道 他們說金額介乎在1億至2億美金之間 即是約8千萬磅至1億6千萬磅左右 以曾經傳聞Fsg 全面出售利物浦的理想價格 是30億磅至40億磅去估計 這次的出售大概是3至5%的股份 其實是非常小的部分 所以 Fsg 對於利物浦的控制權 應該不會有任何影響 而球會收到這份新的資金 究竟打算會用來做什麼呢 The Athletic 估計未必是用來投入轉會市場 用來還債的比率相信都會相當高 從上球貴的財務報表顯示 當時球會有7400萬磅的銀行債務 以及7100萬磅由Fsg 班主借給利物浦的債務 而近年球會都有大興土目的情況 擴建南非路漢台搬入去EXSA訓練中心 重新買入MLWOOD訓練中心給利子使用等等 再加上之前COVID 的影響 令球隊損失了至少1億磅的收入 而Fsg 在當時也決定要收水後 連低息或無利息的班主債都不再提供給利物浦的情況下 所以球會就欠下了一些利息成本較高的銀行債在手 剛好這筆全民的新注資資金 其實又跟現時球會欠下的銀行債和班主債的總額都很接近 所以全民認為這筆數主要是用來還債 改善球會的財政壓力和現金流 長遠來說都會對球會的財政有好影響 但看來未必會即時可以令我們在轉會市場拿到100筆資金 只會經由減輕還債的壓力 間接給我們更多花費 而早幾年球會都曾動用過每年幾千萬磅的資金 去還銀行債務和利息 所以其實這個注資如果可以清還債務的話 對於球會來說長遠每年都可以騰出一個不小的數字出來用 加上前幾個星期球會都公佈過 有三個新的贊助商加盟了我們 就可以帶來三千多萬磅的收益 岩菲路看台的擴建工程 10月完成之後 也可以再加多7000個座位在岩菲路球場 整體球會的財務狀況是向著更好的發展 而今次合作的夥伴Dynasty Equity 本身是一間位於紐約的體育相關投資公司 而利物浦其實是他們公司的第一個投資項目 所以就沒有任何業績可以參考得到的這間公司 只能夠說兩位創辦人都是在美國國內 又好像NBA、NFL等等的體育企業工作過 有跟他們合作的關係 但他們對於英國的足球 基本上都是完全新手 而促成今次投資的合作關係 最主要是Dynasty Equity 潮中有人好辦事 做生意果然都會人好過識字 他們的團隊陣容中 有個Senior Advisor 叫David Ginzburg 而他同時都是FSG的副主席 在這個連帶關係之下 令到他們可以成功入主 利物浦做小股東 至於FSG就說這個交易 不代表他們將會全面出售利物浦 他們仍然有以長遠地持有和發展利物浦 這間球會 這宗新聞對於FSG或球會來說 都算是大新聞 但實質上會對球會的表現有什麼影響呢? 是否真的有助於球隊 未來有更多資金投入去改善我們的陣容呢? 或者要等到下次的轉會槍才看到結果 說完收購消息 最後當然是和大家前瞻一下今晚對熱刺的比賽 今季的熱刺 由新里女普斯迪高路接手 再賣走哈利加尼之後 有個明顯的改革 功力比起以前有大幅提升 今季暫時亂賽 所以以四勝二和的成績排在第四名 就算聯賽盃被富咸淘汰 其實都是打和十二馬才射輸 所以嚴格來說 暫時各項賽事他們都是不敗的 而他們的新任隊長孫興文 今季狀態大勇 已經入了五球 在射手榜第二名 只有夏蘭特比他入球更多 再加上剛剛才從李斯特城加盟的攻中尖士密迪神 除了攻入兩球之外 他還交出了四個助攻 與沙拉、帕道尼圖、鳳同佔有助助助攻榜的第一名 上星期傳他對阿仙奴的時候受了重傷 不過後來又說傷勢沒有想像中的嚴重 分分鐘今場都已經可以復出 而整體來說 聯賽中熱刺暫時攻入了十五球 就跟我們一樣 只有曼城、白禮頓和紐卡蘇入球 比我們兩隊多 所以功力就不用忽視 而熱刺還有一些新血表現都很好 左閘的烏度基和曾經和我們全匪文 很接近的荷蘭U21中堅雲迪雲 現在都成為了他們的主力球員 中場又有兩個效率很高的黑洋球員 比蘇馬和沙亞 今季的陣容雖然少了哈尼簡尼這顆星 但出乎意料之外 他們實力更加平均 踢得反而更加有侵略性更加好 而上星期他們對著阿仙奴之前 其實我就有說過他們暫時遇到的對手不算特別強 潘尼、潘尼茅夫、錫菲聯等等 都是一些降班大熱的球隊 再加多一場野萬聯 算是我今季唯一看他們踢了的比賽 那一場他們就算是踢得不錯 但在這樣的情況下 拿到四勝二和的戰績 我覺得始終能夠驗證到他們有實力應付強隊 而他們去挑戰前列的實力就不算多 我都未算擺排得很心目中很高的排名 上星期他們能夠作閒都迫和到阿仙奴 算是慢慢地證明自己 而今晚我們可以再一次親身去看一看 這對新的熱刺 是不是真的這麼有實力可以挑戰前列 暫時來說 我覺得還未能摸得到他們對球的程度去到哪裏 不過能夠拿到四勝二和的戰績 無論如何都不可以看小 新領隊普斯迪高爾 有個較為容易的開季賽程 都算是幾幫助到他慢慢地 組建自己的陣容龍踢法 亦都幫他們對球建立了不少信心 在今場都會有一定的幫助 而熱刺的領隊普斯迪高爾 在賽前的記者會中表示 他自己小時候也是一個利物浦球迷 他說70年代在澳洲 電視不是看利物浦就是萬聯 當他有些朋友撐萬聯的時候 他就要走相反的路線去捧利物浦 不過現在 畢竟他是一個熱刺的領隊 公關說話也要說幾句 他也說到這些只是小時候的事 曾經睡房中有利物浦的Poster在場面 但現在都沒有再放出來 不過我相信利物浦怎樣都好 在他心目中一定是有份量的 而對賽往績來說 我們近五季對著熱刺11次的對賽 聯合歐聯決賽 合共取得了9勝2和的不敗戰績 就算說前季和球 都有一場2比2是黑哨 哈利簡尼飛鏟羅伯神的腳徑都沒有紅牌 反而下半場羅伯神就吃回紅牌的球 就算驚險度好像上季似循環 我們領先三球之下被熱刺追成3比3 反而大將軍李渣利神入球 除了三慶祝得這麼興奮 我們對中在保時的階段 都能夠憑著祖達的絕殺入球贏回4比3 所以往績來說 我們對著熱刺是有絕對壓倒性的優勢 而近方來說 我們已經連續四場球都以3比1的比數贏出 不知道今場會不會繼續 不過今季先失球的場次 其實我們是多達五場 八場球已經有五場先失球 即使最終我們全部贏了 好的對手未必每次都可以憑越陣 用深度和韌力去反殺對手 作客熱刺 我也不敢說 落後再先我們會有很大的機會可以反擊得到 球隊早段的防守真的要更加更加集中才可以 避免這個先失球的情況 否則以熱刺今季的反擊速度來說 我們的後防如果被他們領先在先 他們可以打個防範的話 就未必那麼容易應付得到他們的邊線和前線速度 好了 今集的前瞻都差不多了 今晚十二點半 記得看利物浦作客對著熱刺的英超賽事 今集就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支持 喜歡這條影片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李氏台逢比賽翌日中午時段出片賽後評 其餘時段都會不定期為大家報道有關球會的消息 和風仔的個人分析 間中還會直播露面跟大家聊天 又或者直播旁述一起看球 想更實質支持風仔的都可以加入會員 每月最低只需15元 我是李氏台的風仔 下次再見 See you next time